大家好,我是阿宇 今天我们用山药和红豆来做好吃的 很多人在处理山药的时候 手会其样无比 那是因为你粘到了它的粘液 引起了过敏反应 你可以试一下我这种方法 非常的实用 先修一半,将修好的一半 放在案板上面切掉 然后找一根筷子,将另一半给插上 手不要拿山药 直接拿着筷子来修 这样的话非常的简单又方便 全程不需要手碰粘液 这样的话就不会引起过敏反应 修好之后清洗一下 然后切成薄片 山药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可以帮助健脾养胃 平时可以多吃一点山药 将切好的山药放入盘中备用 再将红豆放在大碗里面 加入清水 抓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灰尘 然后控水 再加入清水 稍微多加一点 直接倒进电饭包里面 然后放上蒸葛 放上山药 盖上 用炸凉键煮两遍 当然也要看一下你家电饭包的功力 蒸好的山药取出 这个时候的豆子已经煮得非常的绵软 然后将豆子倒进大碗里面 山药也倒进大碗里面 用叉子将它压成泥 然后加入两大勺的糯米粉 两大勺的粘米粉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一根山药的量 差不多加了100克的糯米粉 100克的粘米粉 揉成这种软硬失踪的面团 红豆里面 加入两大勺的白糖 然后将它们搅拌 混合均匀 取一块粉团 放在手心 先捏一下 捏均匀之后 再搓圆 然后两个拇指 转出一个窝窝 打上馅料 用虎口往上收拢 封口捏紧实 然后放在手心团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做好之后 铺上油脂 放在蒸笼里面 冷水上锅 水开之后 蒸25分钟左右 关火之后 直接开盖 稍微放一下 就不会粘手 然后将它剪到盘子里面 这样我们的山药红豆粑就做好啦 吃起来 QQ弹弹 软软弱弱的 咬一口 红豆馅非常的甜蜜 甜到了心里 这种做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也不用发面 不用油炸 非常的健康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 转发 加收藏 我是阿玉 拜拜 拜拜